长期喝咖啡到底健不健康 五个真相必须知道 咖啡虽然是从英文咖啡英语过来的 但是其实起源于希腊语gaphis 意思是力量和热情 是不是很贴切咖啡的形象 随着咖啡在世界各地的流行 咖啡文化渐渐的深入人心 越来越多的人都爱上了咖啡 咖啡里含有哪些一样物质呢 比如鎂、多分物质、维生素B、钾、绿原酸、葫芦巴碱等等 蕴含着数百种植物成分和矿物质 散发出令人着迷的香气和味道 其中最令人欲罢不能的就是咖啡因 为什么呢 咖啡因进入大脑后会和腺肝受体结合 而腺肝是制造人体产生矿疫的物质 所以喝了咖啡以后 部分人会觉得神清气爽 注意力集中以及减轻疲劳感 就像是大脑重新打开了一次 那么长期喝咖啡身体会怎么样 到底健不健康 这五个真相我们必须知道 咖啡因作为多种疾病的对抗物质 经常喝咖啡的人 他们全因死亡率更低 全因死亡率就是涵盖所有死因的死亡率 曾有研究者进行了长达16.4年的实验 参与人数多达52万人 研究结果发现 咖啡消费量最高的群体和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 男性死亡风险降低12% 女性死亡风险降低7% 综上所述 咖啡这种饮品在健康方面确实可圈可点 而且成为很多白领学生党的续命神器 有不少人担心喝咖啡对心脏不好 摄入咖啡因会不会影响心血管的健康 如升高血压和心率失常等等 近期一项发表在自然评述心血管的研究指出 在不经常饮用咖啡的人群中 摄入咖啡会诱导身上腺素释放并升高血压 然而如果每天喝咖啡 只需一周就会对咖啡因的这些作用产生耐受性 谨慎使用高剂量的咖啡因是合理的 但对于经常摄入咖啡因的人来说 不用太担心他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 部分人喝完咖啡后 心跳会加快 恶心 头晕等等症状 这种其实是正常的现象 在临床上被称为是咖啡因不耐受 主要和每个人对咖啡因的敏感度有关 出现这样的现象的人呢 可能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 导致对咖啡因的代谢相对来说比较慢一些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无缘咖啡了 我们可以根据资深的情况来调整和咖啡的分类和次数 目前一学界广为接受的咖啡 推荐摄入量为健康成人咖啡因摄入量尽量控制在250毫克左右 最高不超过400毫克 按杯数算的话呢 大约2-3杯每天 对健康收益最大 适量喝咖啡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死亡的风险竟然更低 早在2014年的时候呢 就有36项研究涉及128万人的论文重磅发布 研究发现在排除年龄性别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后 咖啡摄入与心血管疾病风险成负相关 每天饮用3-5杯的咖啡 心血管受益最大 同时关心病 中风和心血管相关的死亡风险同样有所下降 另外很多研究者发现 咖啡摄入与二型糖尿病 肥胖等代谢病的发病风险成负相关 还能够延缓慢性肾病的进程 对某些神经系统也有帮助 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上的一项涉及50多万人的新研究发现 不管喝的是什么类型的咖啡 都可一定程度降低慢性肝病的发病以及死亡风险 其中引用研磨咖啡的人获益最大 经常引用咖啡结合适当的饮食和药物治疗 有助于降低血清尿酸的水平 通风是一种常见的炎性关节疾病 与高尿酸血症直接相关 生活方式影响因素包括 营养过剩肥胖 寿命延长 饮酒等等 导致通风和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不断升高 合理的疾病管理与干预非常重要 除了适当的药物治疗外 生活方式和营养方面的医学建议 是患者管理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2年奥地利风湿病和康复学会 对通风和高尿酸血症患者的 营养和生活方式进行了巡证更新 建议指出根据研究显示 咖啡可以降低痛风风险 既往科学家们对于咖啡饮用 与高尿酸血症风险之间的相关性 进行了不同的评估 近日自然医学发表一项来自复旦大学 哈佛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成果 这项研究基于近20万人 长达32年的随访数据 评估了8种饮食模式与主要慢性病 包括主要心血管疾病 例如冠心病 足中等等 二型糖尿病和癌症之间的关联性 这8种饮食模式分别为 得数饮食 低中海饮食 低胰岛素饮食 低炎症饮食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 美国癌症研究所饮食 健康植物性饮食 糖尿病风险饮食 2010替代健康饮食 研究表明保持健康的饮食模式 与降低慢性病风险有关 8种饮食模式中 低胰岛素饮食 低炎症饮食 降低糖尿病风险饮食 更有可能降低各种慢性风险 而且从具体的食物来看 咖啡 全穀物 与慢性病呈附相关 即这些食物吃得越多 罹患慢性病的风险越低 加工肉类 低能量饮料 红肉 炸薯条 高能量饮料 与慢性病呈正相关 即这些食物吃得越多 罹患慢性病的风险越高 去除咖啡成分后 低胰岛素饮食 低炎症饮食 降低糖尿病风险饮食 与慢性病风险相关性减弱 但整体趋势相似 因此爱喝咖啡的朋友 不必过于担心 不要被一些不实言论所困扰 适量饮用咖啡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咖啡的类型 建议以纯咖啡为优先选择 时间以上午9点半到11点半 最为合适 咖啡因与体内一种重要的激素 皮质醇 发生相互作用效果 处于最优的一个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 咖啡不适合每个人 部分特殊人群如饮用咖啡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孕妇日咖啡摄入量 不可超过200毫克 也就是小于两杯 不然可能提升孕妇和胎儿血液内的 儿茶氛胺水平 进而使子宫胎盘血管收缩和缺氧 危及胎儿的生命 骨质疏松患者建议一天不可超过三杯 高血压患者尽量早上不要喝咖啡 避免血压突然升高 高血压突然升高血压